各位来宾,各位师兄师姐,大家好,师父好,哇,热情的鼓励,哇,谢谢师父,给我们做了好的机会 我们啊,我们这个一上台也不外乎就是要介绍一下平甩 我们的平甩啊,其实就跟各位来宾是一模一样的 为什么?平易敬人 各位如果今天不是平易敬人,不会来到这里来,是不是? 是! 为什么想平甩是平易敬人呢? 因为就跟各位一样,没有立场,只有全场 没有立场,只有全场 我们到哪儿都是一样的,是不是啊? 不瞒各位说,我有的时候也有一点为难中的一种喜悦 有的人说,你怎么跟这个人在一块啊? 是吧?我说,我为什么不能跟他在一块啊?是因为他要跟我在一块啊,所以我需要跟他在一块啊 对啊?那你为什么不跟他在一块呢?我说,我也不是不跟他在一块啊,是他是不愿意跟我在一块啊 对吧?他说,你这个人到底是怎么回事啊?我说,我这个人没有立场,只有全场 为什么我们讲平甩是这么样的平易敬人?平易的原因在哪里?第一,他不挑人,对不对?对 第二,他健康人,平甩健康人 第三,他稳定人,平甩稳定人 第四,他启发人,平甩启发人 第五 应该是没有第五了 因为什么?因为到了启发的境界,就已经不得了啊,是不是啊? 平甩不得了 好 因为最近以来啊,也还是常有人问啊 说这个平甩啊,我能不能够这个看电视甩? 我能不能跟人家一边聊天一边甩? 我能不能一边这个看手机一边甩? 我说你为什么要那么甩啊? 他说我没有时间啊,我一直一贯机啊 对吧?我没时间啊,我说我也一直一贯机啊 后来我就取了一个例子给他听啊 然后他重庆以后啊,他就发现啊 练平甩绝对不是因为时间多少的问题 而是你有没有集中用心甩的问题? 我们有一位,我们有时钟师姐啊,他们呢,去测这个,测这个静落仪 就发现他这个,测的全身脏压都很好,健康的很啊 没有,就是火力太旺了 什么叫做火力太旺?就是干火太旺了 然后呢,我们时钟师姐就跟他讲,他说,这样子好了 您就聚精会神的甩十分钟就好了 他说,十分钟按一下,太小儿,小已磕 小已磕,这样啊,太小儿磕 他就讲,他说,我每一次看电视我都甩两个小时以上啊 他说,你看,可是我甩了半天啊,全身都好了 就是那个干火还是很晃,这到底是怎么回事? 然后我们就跟他讲,那您就再甩个十分钟就好了 聚精会神,但是现在旁边没有电视 然后他就会,他就开始甩了 他就聚精会神,把眼睛闭起来就甩了 好,十分钟以后 哎,您猜怎么着?奇迹啊,真是奇迹 一测,不但浑身上下好了,不用讲了 连干火都没有了 好 鼻甩,甩出,全身,浑身上下都好了 这就用于插那么多 我说,那当然了,我说你不知道啊 我说,我们神经就有测过几个人啊 就测那个,就是,从来没有平甩过的人 然后测了以后呢,我们就跟他讲啊 那有的人上手很快啊 我们就去跟他讲,就交完了以后 就想,你要安安静静的甩十分钟 那有的人就很听话,就甩十分钟 结果呢,你知道吗?我们连续测五个人啊 够了吧,是不是? 然后每个人十分钟以后,都年轻五岁 测试的指数,全部都年轻了五岁 这简直是不可能的事情啊,是不是啊 所以你看啊,我们的平甩工 是不是那么样的平易近人啊? 平甩工,平易近人 好,不过我最后还是要考考各位啊 好,我们平甩工 为什么平易近人 第一,怎么样? 他循环 不挑人 不挑人 答对了 第二,他能够怎么样? 健康人 好 第三,他能够怎么样? 稳定人 第四,怎么样? 他能够启发人 启发人 好,不是,各位都被启发了 算太好了 好,谢谢师父为我们勉励 谢谢,感谢师父 请师父稍微休息